高端疫苗二期尚未解盲 就順利拿到了政府500萬劑的大單 引發了炒股的爭議 但股價呢 在今天吞第五根的跌停所死 有網友的發文 並且附上的截圖顯示說 他是在均價360.42元的時候 買了145張的高端疫苗股票 結果現在跌到了256元 他的虧損已經超過了1537萬 而這標題寫的是什麼呢 寫的他就是高端亡魂 誰能比我慘呢 真的很多的像這種散股呢 散戶呢真的心裡都在滴血 但是高端的股價呢 吞下第五根跌停所在230.5元 分析師就坦言 早盤尾賣高達有1.5萬張 這要跌到什麼時候的價位 誰都不敢保證 倒是呢 對於金管會說要查突因 分析師認為 覺得這是很吊詭的事情 至於會不會連續跌 連續跌今天已經吞下第五根了 我想我不方便在這預測 尤其是這麼敏感的一根股票 可是我相信金管會好像有 開始有一些些動作 但我也覺得納悶 因為高端根本就沒有融卷 對 金管會說要查突因啦 可是現在大家就覺得這個動作 也很奇怪啊 又沒有融卷 我納悶了 我納悶了 剛才這個沒有所謂的一個立場 而是金管會的一個超然中立的一個 態度 四星連續跌的時候 怎麼不見要查 四星 況且四星還有融卷 而且的確有人在第一天跌停就大空了 怎麼不 這是第一個 那基亞耗鼎連續的一個跌 這也是生技產業啊 怎麼就不見 不見不見 不見這樣的一個動作出來 反而高端 這是我比較納悶的 研發能力跟股價應該是分開的 所以我想金管會的動作讓 陳鋒非常疑惑 非常疑惑 更何況 如果你現在有被高端 套住的 說實在 陳鋒無能為力 因為我沒有辦法影響股價 我只能夠 跟你說一個建議就是說 你只能夠在這裡掛賣出 沒有辦法掛賣出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它會跌到哪裡 沒有人會知道 因為我現在看不到買賣5檔 那現在買賣5檔 賣1是掛 幾千張還是幾萬張 目前的話 高端疫苗的話 尾賣張數大概是1.5萬張 市價有6000多張 對 掛跌停的有8300多張 所以總共加起來 大概是1.5萬張嗎 大概是1.5萬張 那應該是沒有辦法打開了 然後就說 有2個人的 開賣6000多張 還有1個人的 我們會議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